然后又长期和那个家庭呢相隔离 就是都是单身在外 所以他们这一块呢 所以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他们因为那个教育水平很低 然后离那个家庭也比较远 所以他们很容易感染这个艾滋病 又没有这方面的知识和文化 然后他具体得到这 就是如果得上这以后呢 他也没有这个知识 怎么那个预防检测 或者说那个他自己的那个道德水准 或者各方面吧 然后会造成那个他那个可能会 随着他那个比如说美联那个中国传统那个回家 就造成这个像普通人的这个传播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是一个涉及到国际民生的问题 好 余先生 这个是我的观点 对 您这个观点根据最新的统计数字来说呢 也有一点根据 就是说所谓的这个高危人口 除了性工作者以外的流动人口 也是很主要的一个方面 我想听听这个夏东华女士 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好的 对 我觉得这个的确是可能我们国家目前在 在那些就是比如说 他刚刚这个问题到这个 针对那个流动人口的这个艾滋病宣传教育 可能这个的确是目前我们我认为我们国家在做艾滋病宣传方面比较就是比较缺失的比较做就做出的努力比较少的一部分 因为毕竟是如果说是有单位的和就是在学校里在学校里面的人他获得爱他正他获得正规的爱滋病教育以及获得爱滋病知识的渠道是相对多的 那么对于我们就是中国这样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同时有许多流动人口 那么这一部分人怎么办 我想的话是有两个就是两个途径吧 一个途径是据我所知 其实在中国已经有一些大专院校 比如说我知道那个昆明医学院以及一些NGO已经开展了专门针对那个流动人口的 就是流动人口的爱滋病宣传教育 那么他们会专门为流动人口应治一些爱滋病的宣传册子 那么也会专门到那个流动人口居住比较密集的地方去开展爱滋病的培训以及爱滋病的宣传教育 那么另外一点就是说 另外一点就是说 我觉得其实媒体应该在这个应该在这个领域发挥更强就更大的一个作用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可以说我们生活在一个被媒体全方位覆盖的这样这样一个一个生活状态中 无论是电台还是报纸还是甚至是短消息网络等等等等 就如果说是我们在媒体在那个媒体媒体这样 看这些媒体能够加大爱滋病的宣传力度的话 那么就会使得就覆盖到的流动人口会更多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您觉得为什么因为现在从政府来角度来说 他们好像做了很多的工作自己觉得 然后呢为什么还需要像您这样的非政府组织也来参与到爱滋病的防治啊 教育啊等等这方面来呢 您可以做一些哪些政府做不到的事情呢 好的那我想如果提到那个就是NGO组织对那个中国爱滋病防治事业的贡献的话 那可能要分成两个层次来谈 第一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说 因为在中国的NGO现在分成那个就是国际NGO和那个本土的NGO 那我想这两种不同类型的NGO它所起到的作用是不一样的 国际NGO它所起到的更多的作用是比如说它可以引进国外的资金 那比如像那个盖茨像那个就是比尔盖茨基金会 那么他们预计是在未来的五年当中为中国提供五千万人 就是五千万美金的这样一个很巨额的资金来支持爱滋病爱滋病 中国的爱滋病爱滋病的工作 那么同除此啊另外就是国际NGO它还能起到另外一个作用 就是它可以引进一些新的观念 那比如说我们机构就从去年开始在中国就是做了一个相对新的一个 领进了一个新的概念就是阳性预防 那么可能平常我们认为就预防是针对那个非感染者 就预防他们不要感染上爱滋病 但是我们可能忽略了就是其实感染了爱滋病病毒的感染者和病人 他们也需要预防 所以去年我们机构开始在中国开展许多跟阳性防相关的活动 那么刚刚也提到过还有另外一个类型的是那个本土的NGO 那我想本土的NGO其实他们参与爱滋病的工作也是非常有必要的 而且他们在其中所呈现出来的作用也越来越大 那么本土的NGO在做爱滋病的时候 他们最大的一个优势就是因为他们是立足于社区 所以他们非常容易的接触到就是不同的目标人群 或者是重点或者重点人群能够对他对这些人群进行非常有效的干预 好 主持人 青海的观众叶先生 叶先生 喂你好 你好 我问一下那个教授就是说爱滋病那个传播的时候 有没有可能和人和动物之间也进行传播的 就是说传染给猪啊或者说牛啊那一之类的 再通过那个动物又传染给人 有没有这个可能性 另外好像以前南方有谣传说是 有的爱滋病患者啊 他那个有时候仇视社会的心理 他自己的喜悦 注射进那个西瓜里面 说是好像要报复别人 这种可能性有没有存在的 嗯 能不能传染的就是问一下 好 谢谢谢谢您电话 刘教授 刚才那个观众主要是提到那个爱滋病的传染毒性的问题啊 那个第一个问题话说 人和动物之间会不会有可能传播 那那有可能 那因为这本身目前的话呢 爱滋病的发展史上看的话呢 爱滋病毒目前确认是用黑猩猩来传到人这里面来 那具体怎么传过来 那值得上去 那很有可能的话呢 就是说动物咬啊 中国这个主要是血液的接触这个途径能够传播出来 那至于传不到在返回传到动物里面也有可能 只能说有可能 但是目前还没有见到报道 那至于南方传说的是将那种感染的血液做到西瓜里面能不能传染的话呢 那这个肯定不会 那因为爱滋病毒呢 在体内它的生存能力其实是很低的 OK 并不是像我们想象那么那么可怕 所以它只要出了人体 血液出了人体 注射到西瓜里面 这个病毒肯定会失去活性 但不会有感染力 所以你即使吃了这种西瓜也不会有问题 所以的话这些 这基本的一些爱滋病的传播途径 传播方式的话呢 可能我们还得需要进一步的加强 好 下面是河北的通过网路 收看我们节目的陈先生 陈先生好 你好 主任好 喂 请讲 陈先生 主任好 嘉宾好 那个我先问个情况 有事我想问问吧 那个预防爱滋病在这个 除了自己津身在之外呢 你比如说我要出差了 住什么宾馆旅店呢 什么这个这个 我自己别的事没有 但是他的那个什么用具啊 被单啊 床 被入啊 这个门瓣啊 这些个应该是没有事 但这个是不是也有传播的危险 这是一个问题 我想问嘉宾 再也就是我对这个 中国大陆的这个癌滋病防治啊 这个应该说是不乐观 或者说是干脆就说悲观吧 我稍微占有点时间 我想那个说一下 就是我们那边的情况 从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啊 由于腐败 由于这个政党腐败 就出现了什么呢 就是关于性问题 关于性问题 就是那个时候 就是关于稍微上哪儿 所以说的这些当权者 就是坐现代 荷兰代 看黄代 楼下一代 下一代就是小姑娘 小姐 坐现代呢 就为了押韵了那种现代车 荷兰代 看黄代 黄色楼现在 这个下一代 年轻的吧 这些年轻的 他们我这个工作 是我了解到 他们来的多半都是贫困地区的 农村的 相对讲知识文化 尤其是对于卫生知识 那些相对讲 是非常差的 那川博图境 都可想而知的 这是一个 因为现在越来越 越是这个样子 有权的当官的人 和有钱的人 他们那个 我说个顺口溜吧 或者叫民谣 就说 这些人一般的都是 一等人家外有家 二等人身边有花 三等人现用现抓 就随时找妓女 三等人现用现抓 四等人下班回家 五等人回家 二人也不在家 就是 中国现在就是 就是这么个状态 好 谢谢陈先生电话 请这个 夏东华 来回应一下 刚才 这位听众的电话 好的 我尽量吧 其实我想他刚刚提到的 其实 两个问题 但是牵扯到 同一个共同的主题 就是那个姓川 就是他那个艾滋病的传播途径 因为第一个问题 他提到过就是 如果说是在日常的生活 或者工作当中 比如说他出差的时候 那么可能他住的酒店 会住的酒店 会跟那个就是床单 毛巾 或者手 这些发生那个接触 是否会传播上 是否会感染上艾滋病 那么这一点的话 从艾滋病的传播途径来说 这个是肯定不会的 因为我们知道艾滋病 只有三种传播